我們關心到教育議題 這是教育部派館到教育館進行教育事務的使餐 關乎教育處長 王建龍 提出開放三社比例的建議 準備教育館齊特色項目進行屏蔽 對出教育部的讀書 要表示贊同 這項市都在鄉口國小紀行 總共九大主帝 大約五十項兵客項目 官長調法官表示 宜蘭官頂館齊已經記載教育部統合市都 但是教育館政府經費不足 三到二十塊都要求 官府團隊努力做就是希望進出更多主管 但是基盤教育部長是主管分配問題 教育處長 王建龍說 去年統合市都市府第六四第一名 只會在147萬的補助 但是希望努力進出 基盤可以做到最好 事實上如果他們知道 嘉義縣百分之六十是農業 沒有稅收 沒有企業 沒有大企業 他們就會知道說 嘉義縣整個是很貧窮的 中央政府又長期不關心嘉義 所以我們如果沒有聲音 沒有發聲的話 事實上就沒有人知道我們的困境 當然現在政黨輪替之後 小英對嘉義的了解 我相信是 我們是有機會把聲音發出去的 但是今天教育部來統合市 我們還是要讓這些中央的官員們知道 他們這幾天含害去追學 我們地方在糖學 他們必須要知道不能夠能學的 教育部讀學所在上學院 統合市都項目今年比股年已經減量百分之六十五 但是確實不一定可以提供各館市的特色 以贊榮嘉義官所提供開放 還有很多比例 向各館市主行協力評価指標 將回敬意見向《高雅報》歡迎 謝謝你們 中海星 嘉義官 彩虹播等